大家好,我是美食小厨娘 今天带大家制作五谷鸡柳 下面开始制作 鸡胸肉一块 切成筷子粗细的条 放入盆中 加盐、胡椒粉 倒入葱姜水 倒入奥尔凉烟料 用手抓匀 腌制30分钟 加玉米淀粉 打一个鸡蛋 再次用手抓匀 准备好的面包糠 放入鸡柳 表面均匀包裹一层 锅中倒油 油温五成热放入鸡柳 炸好的鸡柳再次复炸 刚下锅不要动 炸至微黄 捞出 捞出油渣 油温六成热再次复炸 炸至金黄酥脆 捞出 撒上烧烤料 五股鸡柳就做好了 喜欢美食的请订阅 我们下期见 盛利 炸至金黄酷 正式